尊敬客戶,欢迎使用ALF300A微电脑超声波双标刺接机 在使用本机之前,先向你介绍一下本机的基本情况和注意事项 然后我们会示范整个操作过程 本单切机可以切各种双标带、C带等 全电脑扫控调刀系统速度快 以双标长度100毫米为例 产量达每分钟150个以上 智能电眼系统操作简单 除了对接,还可以做接后压线 可切的双标宽度为10-53毫米 双标长度为20-160毫米 下面先介绍一下机器电器方面的情况 本机采用220伏5安的电源 要有可靠的接地保护及稳定的电压供电 一般的工厂供电输入不够稳定 而供电不稳会严重影响机器的运行 用户使用之前必须确保稳定的电压 如果电压不稳 则必须配备一台稳压器 开机前要确保本机器是在水平放置 不可以在震动或者在凹凸不平的环境下启动 接着来看一下本机的基本结构 本机分别有控制台 撕带排放器 输送双标平台 超声波刀及刀座 超声波头 双标排放器及超声波电箱组成 先来认识一下本机的控制台 控制台的按键分别是 电源开关 温度控制器 显示屏 红色电眼按键 学习电眼按键 停机键 开始键 双标前进键 双标后退键 切切断键 F键 向下键 向上键 P键 Enter键组成 现在我们来启动机器 按下电源开关 开关按楼的指示灯及显示屏 亮起并能正常显示内容 对接部分恢复一下位 表示机器已经正常启动 显示屏主要功能是显示各种参数 方便操作 显示屏中英文显示操作简单 只需要按照显示屏的提示屏 操作输入相关的数据就可以了 这部分是丝带排放器 盖装置是用来装入卷装丝带 并且在机器运行时自动拉出丝带 排放器上将有两支丝带滚动作 一个感应电眼及电眼开关 开关旁边有一个方麦时间调置器 生产时可按实质需要调节排放时间 这个是输送商标平台 主要功能就是输送丝带到超声波刀口处 平台上放有六个磁石 用于固定丝带不会移动或者摇摆 平台前端有一个滚动作 丝带就是由滚动作 根据设定数据输送到切刀口 滚动作前方是一个切刀刀座 刀座上装有一把超声波切刀 刀座与输送平台是紧紧地相连在一起的 根据电眼所学习的双标深浅色素的对比度 每输送一个双标就切断一个 从而完成双标切断的动作 接下来请看超声波头装置 该装置由超声波阵子 超声波头 及一个输入电压为220伏的风扇组成 超声波的功率是1400瓦 超声波头的电流震荡 是由超声波电箱发出的 电流震荡可以将丝带切口的纤维融合收紧 即使用手大力拉扯双标 切口仍会散开 这个就是超声波切的优势了 这个是双标排放器 它是由一个对摘器 会有加温装置的接口双标推送平台 及一个半回形的双标堆叠器组成 切到每次断一个双标 另一边的对摘器马上就将双标对摘 并将接口的双标推送到平台 轻烫贴后再推送到双标堆叠器 而半回形的双标堆叠器上 装有一个往下压的排放装置 每排一个双标出来 就将双标往下压到半回形堆叠器里面 堆叠器里面装有一个排放贴板 在排放贴板里面放上一块有弹性的海绵 这样每排一个双标到上面的排放装置 就将双标压到海绵上 当双标越次越多的时候 海绵就会自动向下滑落 双标就会整齐排列 接着请看本机正面的机箱 打开机箱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台超声波电箱 超声波电箱有一个开关按钮 请目标要保证干按钮处于开启的状态 电箱开启了 超声波头才能正常发出超声波电流正常工作 超声波电箱发出来的电流 不可以超过0.5按钮 频率不可以超过0.4克资 本机的基本结构介绍完毕了 现在我们来示范一下整个操作过程 首先要用尺量量量一下单个双标的长度及宽度 然后将这卷丝带装上丝带排放器 将丝带拉出 再夹入丝带滚动轴中 再将丝带拉过来放上输送平台 压上固定丝带座 将磁石放在丝带两边固定好丝带 当丝带到达平台尽头的滚动轴时 按下滚动轴 将丝带送入超声波头与刀座之间 然后按P键进入菜单 输入各种参数值 上标的所有数值设置好了 接下来设置温度控制器 调置到适合的温度 然后把装在输送平台上的丝带 送刀切刀口 找准所有切的切刀口位置 按卡键切一刀 然后切支电眼 将电眼移动到双标图案 或者标志最明显的正前方 保持电眼的光线与图案之间的位置 大约在5毫米的距离 盖上电眼盖 然后按红色电眼键 3秒学习电眼 输送组会将尸带向前滚动一下 然后再推一下 用手将卷起的尸带拉屏 然后按一下L学习电眼键 切到就会切一下并排出一个双标 显示屏显示电眼学习完成 然后就可以按STAR键 施运行机器 但机器切出来的双标切口位 会不符合要求 需要进行微调 可以调节电眼上面的手柄 将电眼向前或者向后移动 这样每调节一下 就试切几个双标检测 直到切出的双标切口位 符合要求 然后在排放铁板里面 放上一块有弹性的海绵 承托双标 就可以按STAR键 连续运行开始切截双标 调节时可以先将速度调到最慢的一速 避免浪费材料 调节完成后 就可以将速度调到三速以上提高产量 双标设置完毕 现在来介绍一下机器的调刀服务 本机的切刀力最高是50 但当切刀力调到40以上 才能够切断时 就要将刀片拆下来 进行更换新刀或调刀服务 按一下F键 再按Enter进入F1切刀服务 一进入F1切刀服务 机器的整组排抹系统 就会向左移开 并且拆开刀架正面的膠板挡板 方便操作人员进行换刀或调刀 将刀座上固定刀片的锁刀螺丝 并且松开即可刷射刀片 然后将新刀及刀片戒指 相形装上刀座位置 用六角时迅时针将新刀轻微一锁 注意先不要锁来丝 接着再按一下卡单截键 使整个刀座向上一顶 顶上超声波头正面方向 这样刀座上的切刀 就会与超声波头接触 检查切刀有没有与超声波头 正平行线紧密接触 如果接触不平行 則松开刀座底下的两个螺丝 慢慢调整 将刀座慢慢向上顶 直到新刀面与超声波头平面 正平行线紧密接触为止 然后再顺时针锁锁刀螺丝 将刀锁锁 最后按STAR键推出整个调刀服务 装上新刀后按P5将使用图案电眼设为no 无需装上丝带 直接按STAR键运行机器 让机器空刺10分钟 因为新刀可能会不适应超声波头 所以装上新刀后 必须让新刀与超声波头 进行10分钟左右的空折 让新刀与超声波能迅速出磨合适应 空刺完成后再装上丝带 调整P4切刀力的数据 直到把丝带刚刚切断为止 调刀服务便完成了 用户如果在使用当中经常出现死机 运行程序出错需要将本机回复到出厂状态 在开机时同时按住F键与电源开关 即开机后本机就处于出厂状态了 用户之前所设定的数据都会自动清除 以上就是ALF300A 微电脑超声波双标磁接机的操作过程 和注意事项 再次感谢你使用C&K公司的产品 如果你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和需要帮助 欢迎随时与我公司服务部联络 我公司会尽快为你解决问题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